radio button跟radio 這個radio button list 其實長的幾乎一模一樣 但是用法跟那個事件 撰寫方式不一樣 那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特別注意 各位等一下也可以試試看 就是說在下面 你們也可以再增加三個 這個radio button 那這三個radio button的話特別注意 不是這一個 不是這個 是上面這一個 那但是我剛剛講過 radio button的話 他只能夠一個一個放 那一個個放之後的話問題來了 他們之間呢 如果沒有把這個屬性更改的話 他不會把它當成是同一個群組 所以特別注意 一定要改這個group name 那group name叫什麼都沒關係 你叫A叫B叫C都可以 就是說A一個group 你所以你每一個有沒有 你放過來之後的話 第一件事情就把它怎麼樣 這個地方 給他一個同樣的名稱 我給他A好了 那這三者到時候點的話 就會同一個group 同一個group就單選 那如果另外group 比如說你可能選單在另外 還旁邊還有 那你就是可以給個B給個C 他同樣一個group的話 會把它當成是同一個群組 同一個群組 就不會互相干擾 那再來的話 裡面我把它改名稱 比如這個叫rb1 那這個叫check的 就是預設一定會有一個是check的 就是有一個是點選的嘛 所以這邊有個屬性 就是在第一個是有被點選的 然後其他的話 像上面show的名稱 我是更改那個tester的屬性 tester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會有tester 那底下的話都一樣 差別就是說底下的話就是check的 就是有沒有被點擊 false 其他兩個沒有被點擊 那至於就是說呢 我事件的觸發處理也不一樣 這個事件是什麼呢 剛剛是那個index change對不對 就是select index change 那這裡的話是什麼 點兩下 你會發現呢 他會觸發的是一個什麼 再更改一下 這個我把它改一下 也可以用共用事件 這個觀念跟那個這個java也是一樣的 那這邊的話就會有一個事件 事件的話你可以看到嗎 一般預設都一定是那個屬性嘛 你也可以切到事件 事件裡面的話 我把這個delete掉 重來一下 ok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再把它切回來 點兩下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他會觸發什麼 叫做 這個什麼呢 叫做check的change 也就是說呢 預設只是true 如果變成false 那你就可以根據這裡面去做處理 那大概處理的方法一定是不一樣 它是分別有三個處理 那list是一個就處理全部了 所以這部分有什麼差異 我想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那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list 這個radio button的list 然後如果做完的話 也可以試試看那個radio button的使用方式 我們會取得到 我們會劇困 你丨 收湊 我們會 我們會 我們我們會